打擊女子金牌的最大希望 涉晨張希下半年年奪秦梅塞和大滿冠冠軍 信心和狀態都有很大的提升 但防守藥仍然是有待改善的問題 國家隊在亞運會的最大競爭對手就是日本和泰國 而國家隊對他們的最大優勢就是新高 所以國家隊的教練就表示 也會針對他們兩個國家制定特別的策略 戰術上主要是我們相對要打得先凶狠一點 另外我們在下山路的競爭環節上 防守環節上 沙滴的移動轉換能力上 要跟上矮歌的靈活性 至於藍隊方面 吳鵬根和徐林仁這隊組合 今年同樣是低開高手